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带来了一个房间里留下的诡异图画事件 在炎热到极致的2020年9月 住在清南昌原的一位房东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家租客是非常准时的人 一到月底就会拿水费给我 但是最近一直都没有来找我 我觉得很奇怪 那么一向准时送水费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是因为太热所以回娘家呢? 一到月底就会按时支付水费的二楼住户 突然间失去了联络 所以房主就去他们家敲了好几次门 但是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然后还有一件不对劲的事情 那阵子很多邻居都说闻到了一股腐烂的味道 住在隔壁的人说 每天都有很多苍蝇飞来飞去的 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 大家就让我报警 所以当时就报警了 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的119救护人员 强行打开大王后发现 有两具尸体并排躺着 这两个人的身份是51岁的母亲金毛 以及22岁的女儿苏正 119救护人员表示 当时在现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一开始我们打开门的时候 房间内侧把手上缠着一根绳子 所以我们是弄断绳子后进去的 救护人员发现 两个人的房间的把手 跟玄关把手都被用绳子紧紧地绑住了 所以很难在外面打开 而且窗户也是牢牢锁住的 也就是说 这里很像是一个密室 这对母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当时房间里有一台电风扇是开着的 在电风扇转动的状态下 两个人的尸体都腐烂了 在那个连续几天气温都超过30度的 非常炎热的2020年夏天 这个密闭的空间 对两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专家表示 只能推定为热射病吧 问题是 热射病致死一般发生在慢性疾病 或者老人身上 所以说比较年轻的人 当然会洗走 或者为了降低体温而尝试各种方法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只能推定 两个人是在失去自救能力的情况下死亡的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件 所以在房间里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接着看一下 在母女的房间里发现的非常奇怪的痕迹 在发现母女的房间墙上 填满了数十张很独特的图画 这些图画上的人 虽然穿着衣服 但是能看到身体 甚至连内脏器官跟肚子里的胎儿的模样 也描画的非常细致 那么 画这些图画的21岁女儿苏正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苏正的高中同学表示 是非常开朗的朋友 所以全校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人 是一个会让周围人都感到幸福的朋友 苏正特别喜欢画画 所以有上美术学院 在初中毕业相册上也写过 将来想成为画家 因为苏正上了6年的美术学院 所以长期指导过苏正的美术学院老师 会不会理解这些图画的意义呢 这是以前画的画 他很喜欢画这种卡通画 但是在看到这些黑白画的瞬间 老师的脸变得阴沉了 这是苏正的画 这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画泰儿在肚子里的这种画呢 在毕业之后我们没有联系的那段时间里 是不是发生了让这孩子不得不这么想的事情呢 我们来听一下心理学教授的意见 这不是常见的那种画 而是把肚子里的孩子就这么直接的画出来 是丧失思考能力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他应该是处于严重精神错乱的状态 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后 就没有人知道苏正的任何消息 所以接下来我们去见一下 这对母女以前住过的社区的邻居们 那个人本来是住在这下面 后来离婚后 妈妈就开始放任孩子不管了 苏正被强制与放任不管自己的母亲亲母分开后 在保育机构里非常开朗地长大了 而且比任何人都努力地为未来做准备了 保育机构的老师表示 资格证口试都合格了 孩子很开朗 不是那种闷闷不乐不说话的性格 这么开朗的一个孩子 为什么会在自己妈妈的家里与妈妈一起死亡了呢 根据韩国的儿童福利法 满18岁后就必须要离开保育机构 虽然曾经被妈妈虐待过 但是苏正能回去的地方也只有母亲的身边 就这样母女俩重新生活在一起了 那么在保育机构的时候非常开朗健康的苏正 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在房间墙上的图画中 也有与泰尔跟怀孕画完全不同画风的母女的肖像画 这应该不是苏正画的 跟苏正画的画风很不一样 好像是苏正的妈妈画的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这些画的主人是谁 文书禁令师收集了家里的亲笔签名后 与画中的笔记进行了比较 在墙上被发现的笔记中 有90%以上是妈妈的 只有棘手术是女儿的 也就是说 那些母女的肖像画都不是苏正 而是母亲金母的作品 很多专家们认为 母亲金母的话里有不寻常的地方 看妈妈跟女儿的这些画 分不清谁是女儿谁是妈妈吧 这两个人是对称的 像是彼此看着彼此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女儿当成是跟自己一样 母亲跟女儿是一心同体 应该是表现出了那样的心理状态吧 这样看来母亲画的妈妈跟女儿 就像是照镜子一样 行动跟表情都很像 专家们认为 这些图画里隐藏着母亲 对苏正的严格控制跟执着 母亲金母的弟弟 也就是苏正的舅舅表示 姐姐有一点忧郁症 还会出现幻庭 所以曾经去过精神病院 在出院后就没有强制吃药 自己一个人生活了一段时间 然后把苏正带回来不到一两年 就发生了那个事情 因虐待嫌疑与苏正被强制分离后 对女儿的执着也变得更加强烈了 也许金母比任何一个人 都想成为一个好母亲 但因为没能好好地进行治疗 而症状一直在恶化 然后在2020年的夏天 天底下只有彼此的两个人 在没有任何外伤跟疾病的状态下 一起死亡了 而在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前 母女俩的收入 只有保育机构每月支援的30万韩币 根据警方确认 事发当时 妈妈金母的账户余额里 也只有7000韩币 不过 这种谁也没注意到的死亡事件 在首尔江南区也发生过 一名男子已经在街上生活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来往的无数人中 没有一个人去关注他 直到去年12月初 一位平时从事支援流量者失业的 社会福利人员看到了他 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手部有肿块 伤口 营养状态不好 我慢慢看了一下 那里有张纸条 我就问他 这是什么 后开始对话了 这位男子坐在冰冷的地板上 给路过的人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半年前妈妈去世的内容 我妈妈在5月3日去世了 请帮帮忙 我有问他妈妈在哪里 那个人回答 妈妈的身体就在那里 所以那里是哪里 那里是妈妈的房间吗 然后那个人回答 是 还说 为什么会有幼虫爬出来呢 一直有幼虫爬出来 还爬到我的房间了 真的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内容 这位男子虽然流浪在街头 但实际上是有家的 并且那里还有母亲的尸体 在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验尸后得知 2005年有做过脑出血手术的母亲 是因为疾病而离世的 那这位男子为什么没有给母亲举行丧礼 而是将尸体放在房间里 自己在街上露宿生活呢 这位男子表示 自己在12岁时 父母亲离婚后 就与母亲一起生活了 而在事发当天 母亲呕吐了几次后 就突然失去了意识 当时没想过向别人求助吗 是的 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向别人求助 为什么没想过呢 因为早上都没有人 那也没报警吗 我也没有报警 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因为我不知道警察局的电话号码 大家是不是会觉得 这个男子的回答有点奇怪呢 大概只有小学12年级左右的智商 那么他登记为残疾人了吗 没有 虽然有智力障碍 但是没有被登记残疾的男子 在妈妈离世的那个时候 他能做些什么呢 我帮妈妈把被子盖上了 因为看到妈妈的脸 我就会伤心的哭 虽然希望妈妈可以醒来 但是这位男子只能用被子跟塑料袋 来收拾始终都没有醒来的妈妈的遗体 而一直守候在母亲身边的他 有一天出门后 因为打不开生锈的玄关门 就开始了露宿生活 在确认后发现 这位男子家的电费是从2020年3月 为期费是从4月开始就没有再缴纳过了 那本来要负责管理困难家庭的机关 为什么没有察觉到母子的悲剧呢 我们有贫困家庭信息系统 如果公共费用被欠托的话 系统就会将名单发送给机关 然后我们会在调查后进行支援 但是因为这位已经是在 基本生活保障者名单里 所以就被排除了 这真的是令人非常惊讶的内容 这母子俩的生活费 只有发传单打工赚来的钱 但由于当时得到了 部分基本生活保障者的支援 所以被排除在贫困家庭系统之外了 母亲离世后 在福利人员的帮助下 确认了这位男子的病名是 智力障碍 这位男子如果想得到国家的辅助 想要申请登陆残疾人的话 必须要准备最近6个月的病例记录单 医生的证断书 意见书 检查结果书 然后也需要他的学历证明书 学生记录部等资料 收集这些资料 对这对母子来说 应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申请对于某些人来说 过于简单 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但是对某些人来说 却是无法越过的障碍 对不起 我们应该要更早点帮助您的 没关系 你们已经这么快的帮到我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如果说废除那些要准备的资料的话 一定会有恶用这个制度的坏家伙们 这个问题只能是 多采用福利担当公务员后 亲自去照顾他们才能解决的 真正要收到帮助的母子俩 没有可以得到帮助的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到帮助 妈妈离世后 好几个月就躺在家里 儿子在冰冷的地板上 写了个字条等待救助 所申请的每月120万的补助 却通过了 没关系 你们已经这么快的帮到我了 听到最后这句话的时候 眼泪就流下了 为什么善良的人到最后也会善良 恶劣的人到最后也会恶劣呢 看到死去的妈妈会很伤心 所以用杯子盖住了 心真的要裂了 会有多伤心呢 光是想都很痛苦 虽然有法律制度跟系统 但是谁都没有察觉到的死亡 这责任到底要应该由谁来负呢 死后变成幽灵的这些人 在生前也是跟幽灵一样的生活的 现在像他们这样的人 也存在于我们身边 对于今天的两个世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ler bol